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咱们聊了打仗的故事,今天呢,咱们就要聊打仗的结果了 实际上,昨天这个打仗故事也没怎么打 这大清朝在康熙年的屈准宝藏之战呢,闹得动静挺大 涉及的人员以及兵力也不算少 但是呢,确实是没打什么像样的仗 主要的战役呢,也无非就是月中旗在南县呢 攻打李唐八唐,实际上驻守李唐八唐的呢,也是一些伪军 我说是伪军呢,事实上您好理解 实际上啊,真的算是伪军吧,也算不上 是这个准嘎尔韩国攻到西藏以后啊 他们所扶持的藏地本土政权的军队 咱不说这个现在啊,咱就说那碗藏族的这个藏军呢 是很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我想这月中旗啊,也没费什么劲 直接带着兵呢,就拿下了李唐八唐 并且在这儿啊,设了宣复斯 设了两个吐司的宣复使 哎,为什么咱们要着重的再提这一句呢 就是啊,自这个时候开始 这康区才正式的划清了大清的版图 那原来呢,原来啊,是人家和说特韩国管辖 经过这么一场战役之后 现在呢,这和说特韩国又亡了 所以顺理成章,战役结束之后 哎,这儿就成,华夏了,就成了大清的属地 那今天咱们的故事也挺有意思 战后摘桃子,分赃布军呢,还打起来了 得嘞,那咱们闲言少叙事即刻开书 大清朝的东南两路大军呢,攻进了拉萨 随着这个清朝大军而来的呀 还有这个蒙古和硕特部的仲家王宫 那领头的自然就是两家王爷 管氏王爷吗 哎,这个管氏亲王卢伯藏丹精和郡王查汉丹精 那这里边啊,还有一支蒙古势力 是谁呀,也是和硕特部 和西阿拉善的管氏头人 名字叫做阿宝 哎,您别看这阿宝啊 他是和硕特部 但是他跟这帮和硕特蒙古的王宫不是一心 他跟谁一心 他跟康熙皇帝一心 因为他是大清朝的俄父 是人家爱勋觉罗家的姑爷子 康熙皇帝把他调到军前随军参赞呢 那肯定是有用意的 那用意何在呢 那我们想也能知道 肯定就是战争以后的利益分配 这大清朝想方设法的 他得多占两国 那这么多股的势力齐聚拉萨 远征军也好 是抵抗军也罢 大家都达到目的了 什么目的呢 就是把这准杆人打跑了 也很难说是打跑了 我倒是个人认为 是吓跑了的可能性居多 因为这场屈准宝藏之战呢 也没见打什么大的战役 这大错灵敦多布啊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 手里边啊连自己的准杆旗兵 再加上这些藏兵啊 大概四千多人 可是这拉萨不得留点兵吗 还有从这个阿里地区来的 必经之路上啊 都要留点兵 所以我才说呀 他可能加到一块有四千来人 后来呢 战争一起 这藏兵啊 就都跑了 因为人家这些藏兵啊 人家跟尼士说 打仗的目的 就是为了福保 自己心目当中的宗教领袖 格桑加措顺利的进拉萨坐床 哎 做他的达赖喇嘛 那这清军打出的旗号啊 保护格桑加措进入西藏啊 就是为的这事 所以人家呢 还有什么仗可打呀 在人家心里啊 和平了 回家 各找各妈了 那大错灵敦多布一看呢 这个兵力差的太过于悬殊 于是啊 抓紧抢劫 抢夺金银黄牌之物啊 咱们赶紧回家 两千多厄鲁特骑兵啊 这个分散突围 那要说来的时候难呢 来的时候还是直穿枪塘无人区 那这回难度更大 斜着跑的 所以说呢 在无人区里边啊 待的路线就更长 哎 这个难度就更大 就这么有难度 准个二韩国史上写的清楚啊 还跑回一千多厄鲁特骑兵啊 所以我们看呢 这场屈尊宝藏之战呢 清兵基本上就没消灭什么厄鲁特骑兵 呃 定义一下呢 我觉着一千多人呢 算是战败撤退 那虽然仗势没怎么打 那也是赢了 那这群人占据了拉萨之后啊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首先得把这准个二韩国 以及当年啊 这拉藏韩留下的这些啊 病根得先除了 那这拉藏韩留下的是什么呀 贾达赖啊 这贾达赖啊 格桑依稀加索呀 被押送到北京 很多这类的人物啊 和战争有关的什么俘虏也好啊 被解送回京的所谓罪人也罢 在这个清史上都有下落 可是这位格桑依稀加索呢 我是一直也没找到他到北京之后的下落 也有可能呢 没押到北京啊 就在中原的某个庙宇啊 被看管撕过修行 这呢 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儿 虽然是贾达赖 但是他必定是僧人 大清朝啊 挥刀把一位僧人斩杀呀 就是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了 那既然失踪了 咱们放弃他不说呀 咱们再说别人 谁呢 就是这个伪甘丹颇章政权这个帝巴 就是准着二韩国拥立的这位帝巴 名字呀叫做拉杰扰丹 这拉杰扰丹这会儿啊 依然是老糊涂了 并且呢 他在这个准个二韩国人统治之下呀 也做出了不少伤害藏族同胞感情的事儿 这大清朝的远征军一来呀 没别的 杀 可是这帮青海的蒙古王公说呀 别杀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呀 联合三大寺一起寻访 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格桑加措的时候啊 这位帝巴呀 没少出力 如果没有拉杰扰丹的帮助啊 那这个寻访灵童的工作不会这么顺利 那这大清朝的领兵大元帅严信 他采纳没采纳 这帮赫尔特王公的意见呢 没有 属于是笼子宰住啊 压根就没听那么哼哼 直接就把这位干丹破章政权的末代傀儡帝巴 叫做拉杰饶丹给勒死了 那这一下子就扫了这帮青海王公的脸 让那个管事亲王罗伯藏丹金呢 和这个查汉丹金郡王啊 很没有面子 那这么说吧 没有面子的事啊 还在后头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格桑加措的座床典礼 那这个典礼在哪举行啊 当然在布达拉宫了 在布达拉宫举行 哎 这座床典礼由谁主持呢 由武士班臣 罗伯藤尼举行 给这个格桑加措受了沙密戒 正式的成为了达赖喇嘛 咱也别管啊 他是六世还是七世了 关于这到底是几世的问题 得几十年以后才能得到解决 那可都是乾隆年间的事了 就在这次座床典礼的大会上 哎 这个庆典举行的时候啊 这青海管事的这帮亲王郡王啊 又吃了一别 这座次啊 竟然排在这个阿拉善和书特部 俄夫阿宝的后边 哎 这就有点这大清朝啊 故意欺负人了 首先说这阿宝啊 辈分不行 他比罗伯丹金呢 挫了一半 其次呢 这爵位也不行 你不就是一个俄夫吗 这大清朝册封的正经的亲王啊 那可是罗伯丹金 哎 就说这查汉丹金吧 他也是大清朝正经侧封的巨王 那再说功劳吧 你说我们这个青海和书特部 左右一王公是出人出钱出马 在这次战役当中啊 这功劳那是大大地 那肯定是排在第一位 哎 那当然了 那是他们自己这么认为 可是呢 你这阿宝啊 老哥一个从阿拉善来啊 随军参赞 你有什么功劳啊 你凭什么就排在我们前边啊 这要是哥平时啊 这罗伯丹金 亲王也好 这查汉丹金 郡王也罢 一摔酒杯啊 早就撞了 可是这会儿没有 嗯 这会儿他们心里还有一盘 盼什么呀 因为屈准宝藏战役开始之前呢 这康熙皇帝不是说了吗 哎 这拉脏汗是没了 咱们在这块地方啊 还要重新立一位韩王 这韩王呢 就从你们这帮 何若特诸部的王宫当中 挑选出来 那希望最大的是谁呀 这希望最大的 当然是罗伯丹金了 这罗伯丹金呢 绝位高 辈分高 那么说怎么个辈分高呢 这个查汉丹金呢 他是个老头子 哎 这个罗伯丹金呢 他是个小伙子 不到三十吗 他们呀 都是这顾史函的后人 并且呀 都是亲之关系呀 是叔侄的关系 那么说这老头子 是小伙子的叔叔吗 不是 哎 这小伙子呀 他是老头子的叔叔 这罗伯丹金呢 他们家属于是 这个末门出大辈 他爹呀 是顾史函的十儿子 哎 小儿子 所以说呢 他们家以后的后人呢 自然就是年纪轻 辈分高 那您算是不是这马的事 可他虽然辈分高啊 这查汉丹金是怎么想的呢 查汉丹金认为自己也有希望做这个韩王 因为呀 这个卢伯丹金虽然辈分高啊 绝位高 可是你啊 资历不行 你的就威望不如我 所以说这查汉丹金呢 也做着一个 哎 要做韩王的梦 所以说这俩人对着这个大清朝廷啊 在这件事情上的种种布公啊 只能是按七按憋 暂时先忍了 可这事情呢 远远没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 哎 欺负人的事还在后头呢 现在这么说呀 那拉萨的局势已经稳定了 那必然是得建立政权 稳定局势 哎 战后重建吗 至于任命这个地区的新韩王 那是朝廷 那是皇上的事 哎 跟咱们没有关系 咱们暂时啊 现在让这个地区稳定 于是呢 就临时决定 选出一个七人的这个暂时管理小组 哎 这小组啊 他没有组长 大伙啊 商量着来 这人选名单一出来呀 哎 这和说特部诸位王公啊 立刻就傻了眼了 以这个严信阿宝为首啊 大清朝名额占了四个 魏藏地区的这个藏族贵族啊 占了两个名额 这七个名额一下子六个就没了 那上一个给谁了 哎 真不错 就真给了这个年轻的亲王 罗伯藏丹金 这罗伯藏丹金一看也太他妈欺负人了 我们这个和说特部这帮王公啊 出钱出力 出人出马 整个后勤恨不得都是我们这个青海和书特部承担起来的 怎么着到最后的权力划分 我们就只占七分之一吗 那得赶紧找人商量啊 找谁商量的 找他侄子呀 老谋深算 哎 这资历高的查罕丹金呢 于是他赶紧就跑到查罕丹金的驻地 跟这个查罕丹金说呀 这不行啊 我的老贤侄 你得去争取呀 你不争取的话 咱们在卫葬可就真没有话语权了 这郡王查罕丹金呢 眨眨眨眼 看了看呢 站在眼头了 这位啊 非常激动的老叔 查罕丹金说呀 说我的亲王啊 我看这样也挺好 我已经给这个康熙大皇帝啊 写信了 哎 并且得到了回复 我呢 要回青海了 这儿啊 有您一人就齐了 什么席位多席位少的 只要咱们手腕子够硬 留您一位亲王在这主持工作 我看呢 也震得住他们六个 这罗目藏丹金 眨眨眨眨眼啊 他没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等到这查罕丹金回到青海 他才恍然大悟 这原来这查罕丹金呢 无非是这左右两翼 一边的管事亲王 现在他独自一个人回青海了 得整个青海全回他了 这大清朝啊 等于是拿这么一个七分之一的干部啊 就把我拴在拉萨了 这会儿大清朝北京那边怎么样了 哎 这老主啊 圣主康熙皇帝 验驾了新王雍正皇帝登基 消息传到了拉萨之后啊 这罗目藏丹金呢 哎 还算是有一派了 他觉得这新皇登基啊 肯定会解决西藏这点事 那总不能老是这有什么事都得七个人商量着来呀 那总得有一个主事的人呢 看来这新皇登基以后啊 这个新的韩王就要选出来了 他琢磨琢磨啊 自个儿胜出的面啊 还是大 因为现在在这个拉萨跟他有竞争的 就是这个俄复阿宝 俄复阿宝啊 只是个贝拉 从贝拉到亲王 中间还隔着郡王差着两级呢 所以说那罗目藏丹金呢 这安慰自己 别着急 什么事啊 看看再说 再等等 好消息是终归要来的 可是说他等来的是好消息吗 哎 这雍正皇帝比起他爸爸康熙来呀 属于是砖头打架更有出手的 一到圣旨下来 这卢伯藏丹金呢 在西藏这七分之一的领导权 也被剥夺了